主持人我跟你讲 上次他去洗澡了 我就顺手就扔了两件 贴身的衣物进去 我说你就顺手把它洗了呗 谁知道 他竟然放洗衣机就洗 我就说那么一点衣物 你就直接用手洗就得了呗 竟然用机子洗 浪费钱浪费水的 他不会过日子就知道吧 我又不会过日子了 我带你没事什么的 出去吃饭或者什么的 也挺好的吧 我就觉得现在我工作 各方面都在慢慢地变好了 对你好一点 你倒好 你觉得你就除了舍得带我吃饭 你什么你哪都对我不好 什么叫好 那你现在对我挺不耐烦的 尤其你打游戏的 你现在拍游戏的时间 都比我赔得多 我想跟你好好说两句话 你就老宰打游戏 你打游戏的时候 我跟你说两句话 你就对我不耐烦 你就老骂我 不是 我现在基本上 就是几天打那么一两把吧 不是总打吧 就业余时间 娱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行啊 那游戏有时间你陪我一下我吗 没陪过你吗 陪我了吗 行 你说没有就没有 本来就没有 本来就没有 行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我俩不开心 在北京 在北京三四个月 就三四个月就演变成这样了 彼此看着都 对方都比较讨厌是吧 对 我刚来的时候 他对我可好了 特殷勤 就是你衣服脏了 我去给你洗衣服 你吃饭我去给你做饭去 我给你煮面去 现在呢 现在啥也不干了 衣服都不洗了 饭也不做了 然后姑呢 我让她去刷 我稍微说话 狠一点 她就说 不刷了 你爱刷不刷 不刷就那样撂着去 不是 我说了 我说你别老催我 就吃完饭就在这放着 我一会儿肯定会去刷的 但是你就老那么说我 你就越说我 我就越不耐烦 就越不想去嘛 我问问啊 三四个月前 为什么能做到那么殷勤 三四个月后 为什么就不殷勤了 兄弟 因为三四个月前 他来北京 他也是为了我退了一步 因为我觉得 人家大佬远过来了 就愿意这么远 跟着我也挺不容易 我应该对他好一点 听明白了 也就是说 现在三四个月过去了 他又要回 你觉得心里比较烦是吧 对 他脾气特别大 当时一次吵架嘛 他就是非要回家 就收拾东西 东西都收拾好了 行李箱什么的 回青海是吗 对 非要回老家那边 就怎么着也不在这边 回了吗 他没回啊 不是我不愿意回 是他拦着我不让我回 是他非要拉着我 当时发生了什么呀 一定要走 当时就是因为 这个洗衣服这个事 这么点小事 行 我问问女生 如果他不跟你回家的话 你会跟他分手吗 会 你是已经下定决心 执意要回老家了是吗 这是首要条件 次要条件也是有的 我觉得在河北那边发展 也是可以的 只要是不在北京就行 就北京让你觉得 没有发展的空间是吗 就是你学的这个专业 北京让我觉得特别压抑的 因为每天上班的话 特别特别累 我们首先得要先 步行两公里 然后再要坐公交 然后又要到地铁 就那样子 挺累的 你还能适应了是吧 对 我能适应了 因为就是我觉得北京那边 学习空间和晋升空间 各方面都比较大嘛 我就喜欢在这种城市里 拼一拼 闯一闯 趁着年轻嘛 难道现在不去拼 非得等老了以后再去拼吗 但是我觉得 再这样拼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我觉得再过十年 还是这样子 是 之前你也这么说的 我在那小燕城工作的时候 你也说 你在这干十年 你还是这样 后来来北京了 你又说 你在这干十年还是这样 那你就直接说 我就十年还这样就得了呗 不管我去哪就得了呗 那你要不给辫子的话 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觉得这几年 它有进步吗 有一点 只有一点啊 那看来还是应该 留在小县城啊 是吧 对 这是你的依据是吧 那我当初就是 你让我去别的地方找工作 我是不是说 我在这工作挺稳定 就别去别的地方 咱不说工作了 这儿不是工作保卫战 咱说感情里点事 女朋友要回老家了 你要不跟她回 她就要跟你分手 这结果你接受吗 我 如果她非要这样的话 我也没别的办法 就是说接受了 我觉得我在那边找个工作 确实不容易 而且这么长时间了 好不容易稳定了 就是不甘心的 你回答我 你还喜欢她吗 喜欢 还有像以前那么重要吗 没有了吧 因为她这几年变化特别大 她的变化是 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对我特别不耐烦 我刚开始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说我脾气大 你还说你不相信 但当时你说你脾气大 你只是说说而已 但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说你脾气不大 你比我现在脾气大 但是当时我们俩刚认识 我也不可能 就一下子跟你发脾气 姑娘 其实不是你变了 咱们把这个事 前后一绿就发现了 从谈恋爱开始 她只主动过一次 对 我这么听下来 就主动问你 要了一个微信 是吧 对 接下来的事 她就是做大爷了嘛 宝定和石家庄 其实离得很近啊 对啊 怎么会在恋爱期间 就一年都不去看 自己的女朋友呢 就一直在网上聊嘛 而后来的这个 交往过程当中 也是女生主动去看男生 你去看过她吗 我去看过 就是我当时之所以 不愿意过去找她 就是因为就在火车 见过一次面嘛 我当时去看你的话 你再一看 就是你看这个身高 或者什么的就 我是怕这个嘛 行 当时我也没嫌弃啊 然后女生在这个读书期间 心想外面的世界 对吧 对 就逼男生到北京去闯荡 希望有个更大的世界和舞台 对吧 对 其实在我看来 可能在这个时候 关系恰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了 因为男生没有细说 但是男生讲到了说 刚去北京的时候很难 对吧 对 那个时候你女朋友 给你的支持多吗 那个时候我是为了 不让她担心 我跟她说的 我在北京过得特别好 所以你呈现给她的是 好的一面 对 实际自己承受了很多 她不知道的苦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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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